还有两场比赛 我们希望中国队的小伙子们能够超越自摸 再接再厉 向祖国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案 我们也希望中国足球队 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2002年世界杯的舞台上 以全新的形象出现在世界的中方 所以那个时候越往后头 就是这个时间越短 离中场时间越短 这个球迷的那个 我们算 一个欢呼声肯定已经听不到了 都是那种嗡嗡嗡嗡的声音 因为人比较多 都觉得这个可能是定局了 我们出现是肯定有铁钉了 就等了最后 那个裁判的总场上一吹响 就等了这一刻了 叠出那一吹肯定是当时我说听不见声音了 然后穿着黄衣服的那个裁判 把双手举起来了 新加坡的主裁判 吹响了全场比赛 最后结束的敌声 结果中国队是在主场一比零 战胜了阿曼队 这样中国队呢 在十张战目前的六场比赛里面 是五胜一停 即十六分 中国队呢 是提前两轮 进入了2002年世界V的决赛圈 三十三十三十六分 团结是咱们压抑了四十四年的心里 终于可以爆发出来了 中国万岁 我感到高兴 我感到中国的伟大 中国万岁 中国万岁 中华民族万岁 中国人十四十年的梦终于冤了 今晚上我们求命 很高兴 我太高兴了 我们出现了 冤了梦 飘了吗 终于嘴 终于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球场里的宽欢节 足球带来的神奇的宽欢节 队员们纷纷穿上了只有赢了才能穿上的球衣 他们拉着五星红旗奔跑 仿佛已经把他带到了世界杯的场地 在那一晚 就像队员的衣服上写的那样 中国足球从未感觉这么好 中国足球还从来没有给过热爱他的人这样的快乐和骄傲 中国队要去世界杯了 这是我们的第一次 这是沉浸在胜利里的人们 幸福像一块红布遮住了他们的脸 这是中国足球扬眉吐气的一天 在这个可以实现但无法准备的现场 开赛前抱着要亲眼看看范之逸表现的李璇 终于看到了他积蓄已久的眼泪 就范之逸他确实是97年的时候 他那个养天长叹的那个样子 这两个形象两种感觉 就当时在我的脑海里形成很鲜明的那种对比 确实觉得中国人看足球幸福太少了 中国踢足球的人也是幸福很少 很少有这种机会 可能让他释放一下 那一次的时候他其实两天长叹也好 还是怎么样也好 还没有那样当中的哭过吗 他那么一个爱哭的人终于找了机会了 为庆祝中国足球出现的后外 已经提前准备到位 这是队员们进入胜利最好的道具 打开车灯 中国队踏上了归途 踏上了通往2002寒日世界杯的路 时隔几个小时 时隔一场胜利 释放了重压的鱼根尾可以找到平衡了 开车的赵师傅也已经兴奋的 忘了紧张了 往车上爬啊 呼啊 就恨不得叫球员下来 你知道吗 但是人也不敢停啊 就明明都是拍车 拍啊 球迷都很兴奋啊 拿手拍拍车啊 这都很正常 都能理解 反正 我记得好像是金老说一句话 说 把车灯都打开 向球迷挥挥手 就表达一下谢意嘛 把车灯打开 向欢呼的球迷表示谢意 车窗外 是隐隐说说的光影 这一路是车上的足球队员们 最享受的风景 当时好像都在游行 好像那个人群就好像排成 整个好像那 我记不清什么路了 整个那条马路上都挤满了球迷 然后那个摁着喇叭 都在车上的 有坐在汽车上的 有骑摩托的 就高举的国旗 手摇的国旗 然后欢呼啊 从那喊口号什么的 都感到一片沸腾 在武力合体育场附近 一百多名环卫工人 也仅早早上班了 这个数量是平时的十倍 董洪涛就是其中的一员 他在打扫欢乐 他也被欢乐包围着 在比赛之前 摆摊卖国旗的 他说一块钱一个 一天说赢了以后 什么钱不钱的 每个人发一个 不管老少 完了都开始摇 那真的老人孩子 那所以中国队赢了 赢了 就是那种感觉 从心里往外那种激动 就多少年 就是没有叛逃 像一种解放的感觉似的 我终于赢了 就这种 那喝酒的出来 那都不喝了 那都出钱 都加入到游行的队伍当中了 拿着酒瓶子喊的 是那个老板 有的开会 就请客喝 大家 胜利了 中国足球用了四十四年的积点 让热爱他和不热爱他的人们 体验到了足球的快乐和幸福